對自己的角色有信心,但無論是女配角還是電視女角色,我都覺得是很多良性的競爭對手 我自己心中也有好幾個人選,所以我覺得哪一個獲得都是值得的,雖然獎就只有一個,到現在這一刻我都很平常心 反而我的心情是放在戰衣那裡,還有要做運動,因為我都有兩個月沒做運動,所以我希望白虎那天用最健康的狀態去試人 可以的,謝謝 我覺得這次一定要多謝葉念心,因為《反骨騎》是他創造出來的,他也給了很大的自由度,我自己去發揮 所以我覺得我跟導演的默契是很好的,比十年前更好,雖然這十年大家都沒有再合作 這次他回TVB拍第一套劇,有一個這麼好的成績,我很開心,我也很感激他 你覺得是不是葉道特別懂得用你,可以發掘到你另一面? 我覺得,其實我很開心有很多很好的監製,即是發掘到我另一面 有之前犯《黑路人甲》的林志華,林志華監製,葉念心導演也是其中一個 所以,我很開心大家對我很信任,在我對自己沒有很大的信心的時候 大家都給了這麼好的機會,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對方給我一個信心 這次《反骨騎》的角色,葉念心在拍之前已經對我很有信心,因為他給了很大的信心 所以,我反而拍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多壓力,或者那麼多擔心 有什麼問題我都會跟他去談 所以,我想是大家互相去信任,所以才能成就到這個角色這麼成功 好可惡